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老师是魁 就单字魁不要与其他魁老师弄混了 当然现在已经改名叫小野西子了 但魁老师已经叫习惯了 而老师当初之所以选这个艺名 原因是 有这个字的女演员很多应该很难搜索到自己 一座演员不是想红吗 还不希望被人发现 这就和老师的性格有些许关系了 就像自己国中就以朝前发育良好 也知道男同学喜欢大欧派 但小魁同学就是要用东西把欧派包裹起来 这也让老师18岁才和男友准备为爱而战 第一点是在体育馆的仓库 幽暗的小房间两人正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突然间男友脸色苍白晕倒在地 事后男友说看到了鬼魂 但小魁同学说自己没看见了 这也怕不是爽过头了 毕业后魁老师最先在一家牙科诊所当护士 说是这份工作需要戴口罩 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自己 可之后魁老师却实行闭关锁国辞职 当起了死寨 日常除了看点片子就是打一款FBS游戏 TacoLuti使命召唤玩过的司机点个赞 这是一个非常逼真的战斗模拟游戏 我被迷住了每天进打枪拿着武器拖拖拖 这日子过得越来越空虚 六个月后魁老师觉得不可以再这样推下去 也就鼓起勇气递交了申请表格 本来一名用魁就是想当个素人企划女演员 但奈何有着高水准的脸蛋与身材 SA直接给出了专属合约 挣扎了六个月决定脱衣服 但第一次拍摄还是十分害羞的 那随着这部第一部作品问世 魁老师火了销量与人气步步高升 所以老师在后来的采访中 新增了魁这个艺名的用意 我决定用这个名字 因为我听说汉字的笔画术是最激励的 旁人都说自己的片子卖得很火爆 为了眼见为食 某天魁老师偷偷潜入附近的店里 可发现自己没有上榜 事后在采访中聊到这事 记者贴心的说 你应该凑上去用爱感化店主 让他帮你推销推销 魁老师也说进入这一行后 意识到成年男人对大欧派也没有抵抗力 到了2017年9月 老师发布新作《24人BS》回后 就停止更新作品了 发推文表示要休息六个月 可回归后 魁老师形式作风越来越低调 推特IG不完活动不办事务所想帮忙 宣传也只能转发点作品信息 这中途又消失了三个月 然后改名小野稀子落户Folino 但在Folino也没长干 2020年4月就突然发布毕业品 粉丝以为他是要回老东家SE 却突然把毕业作改为隐退作 这波强行改名的操作 看来工作不怎么愉快 以魁老师的性格 退休后连一月一片的工作量都没有了 肯定宅在家里无所事事 所以事务所在同年11月份 公布了魁老师的新ID 这明显是要回归的节奏 其实魁老师还是挺难共识的 但以他的身材样貌 又很难让事务所和片商不用他 而对魁老师自身来说 疫情期间与其去适应外面陌生环境 还是熟门熟路的拍摄快活自在 既然选择留下就好好干下去吧 加油 I do only call the facial